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连着吃一粥都不腻 首先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面条 然后在锅里多加一点清水 盖上盖子开大火烧开 水烧开以后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加点盐煮出来的面条更加的筋道 用勺子把食盐化开,然后下入面条 用筷子不停地搅动,防止面条粘在一起 我们把面条煮二分钟 煮好以后,把面条捞出来 放进凉开水里面 过凉后的面条会更加的筋道 过凉以后,把面条捞出来 放进大碗里面 小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几滴料酒去腥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下面准备一根胡萝卜削去外皮 先把去皮的胡萝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装入碗里备用 准备一个土透削去外皮 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装碗里备用 所有配菜准备好以后 把搅好的鸡蛋液倒进面条里 用筷子搅拌均匀 用筷子搅拌均匀 切好装碗里备用 所有配菜准备好以后 把土豆丝和胡萝卜丝倒进大碗里面 再把面条倒进来 往里面加入一勺石银 一勺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把松花倒进来搅拌均匀 然后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像这样的粘稠状就可以了 垫饼趁预热刷一层食用油 然后把面条倒进来 用筷子整理平整 然后在面条的表面刷一层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开上下火烙6分钟 时间到了 在上面挤上一点番茄酱 用刷子涂抹均匀 最后撒点熟芝麻 点缀增香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放在案板上用刀切成小块就可以开吃了 面条这样做非常的香 里面加入了胡萝卜 土豆还有鸡蛋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特别适合不喜欢吃面条的孩子 如果你也喜欢就赶快试试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